好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内容 会计监督 会计监督它的考核内容虽然没有会计核算那么多 但是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 也是三星级的 那咱们呢在会计上面其实也在谈监督 初级会计实务当中谈监督 是站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角度来谈 它主要谈的是单位的内部的会计监督 而我们的经济法 它是站在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角度来谈 它的监督范围要广一点 我们谈的叫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 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当中 首先第一个层次叫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 这个呢就是属于单位的内部监督 第二个层次呢是社会监督 而第三个层次是政府监督 单位内部监督属于内部监督 而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 它们都属于外部监督 社会监督是对单位内部监督的再监督 而政府监督它是对单位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再监督 所以你说谁的层次最高呢 显然政府监督属于层次最高的监督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分别来介绍了 咱们首先来看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 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主体和对象 你说主体是谁啊 当然是我们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而他监督的对象呢 就是本单位的经济活动 这个内容在考试当中 他会反着写 他会说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对象 是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在第一章学过 这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课题了 是吧 我们说课题才是对象 指向的对象 那这一块呢 谈及的单位内部监督 是单位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通过对经济业务的处理 去监督单位经济活动的运行 而不是说找一个人来盯着会计人员做账 这一点要明确 好 接着往下来 看单位内部监督的基本要求 这个内容是个重点 首先第一个 叫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 审批人员 经办人员 财务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 并相互分离 相互制约 我们在前面讲会计档案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一条 叫什么呢 叫出纳不得监管会计档案 当时我就给大家说了 这是属于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范畴 叫管钱的不能管账 好 那反过来到了这一条 也是属于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范畴 它叫管账的不能管钱 记住了啊 记账人员 老老实实记账 啥都不能干 与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的审批 经办 保管 他的职责权限都应当明确 并相互分离 相互制约 好 第二一条 叫重大的对外投资 资产处置 资金调度 以及其他重要的经济业务事项 他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 相互制约的程序 应当明确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防止一言堂 说一个单位 如果大事小事都是由单位负责人 一个人说了算 他想干嘛干嘛 那权力就会失去职约 是吧 因此我们说 对于重大的对外投资 资产处置 资金调度 这叫三重 是吧 还有其他的重要事项 你也可以叫四重 这些我们要执行的叫集体决策 他的决策和执行 要体现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 考试的时候呢 这一条也经常是用案例的形式来出现 在不定向选择题里面告诉你 说这个单位啊 今年啊 进行了一项制度的改革 为了公司的经营决策 具有更高的效率 那么决定了这个单位的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事情 只要由单位负责人批准就可以执行 那这个说法一定是错的 记住了 重大问题必须执行集体决策 好 第三个叫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 应当明确 一个单位你不能光记账 是吧 到了年末 出报表之前 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财产清查 账上记录的库存现金放着两万 打开保险柜数一数 够不够两万 是吧 账上记的单位里边的原材料 存的有15箱 打开仓库看一看 有没有15箱 打开箱子看一看 这15箱是不是这个原材料 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 必须要予以明确 好 第四个 叫对会计资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 也应当明确 在这里边大家首先要明确 会计机构和内审机构 它是两个不同的部门 内审机构负责的事情 除了要保证单位会计信息 会计质量 信息质量以外 它还要保证单位其他方面 比如说产品的生产质量 是吧 原材料有没有浪费的情况 这些它也都是要盯着的 但是呢 单位内部审计 本身是属于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一部分 这一点要明确 这四条当中 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最重要的 经常呢 用小案例的形式来出 也有可能在不定向选择题当中出现 而三四两条在考试中通常是原文直接考 好 接着往下来 第三个内容谈及的是 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当中的职责 那么这个职责同样要求大家去把握一个度的问题 涉及到职责一定涉及到度 责任怎么去承担 单位负责人承担什么责任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承担什么责任 对吧 这里边第一条 说对违反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事项 有权拒绝办理或者按照职权予以纠正 那大家想一想什么情况 拒绝办理 不真实不合法 是吧 我们叫假 那按照职权予以纠正 不准确不完整 我们叫缺 是吧 你叫缺也行 你叫狭也行 是吧 第二条 发现对会计账簿记录与实物款项及有关资料不相符的 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 有权自行处理的应当及时处理 无权处理的应当立即向单位负责人报告 请求查明原因做出处理 这里边注意一下 两步走 当进行相应的财产清查 发现账簿的记录跟实物款项的有关资料不一致了 对不上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在我们的会计处理上 我们首先要将不一致的部分 记入贷处理财产损益 先把账和实物款项的相关内容调成一致 这是你能处理的 好 那你这一步处理完了之后 这个贷处理财产损益 它是一个贷处理的责目 那未来它要转到哪一块去 到底责任人是谁 由谁来承担 你会计说了不算 这个得单位负责人做最终决定 所以叫无权处理 应当立即向单位负责人报告 请求查明原因做出处理 考试的时候这一句话呢 它会跳着说 说发现会计账簿记录与实物款项及相关资料不相符的 应当立即向单位负责人报告 请求查明原因做出处理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你跳步了 该你做的事你没做 是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度的问题 你到底负什么责任 你到底做什么事情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内容 单位的内部控制 单位内部控制呢 这一部分是我们考试题目的一个重点所在 考试的时候考这个点 它主要是用原文的形式来考 但是呢 原文涉及的内容非常容易混淆 因此如果你不理解靠死记硬背 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应对考题 对于单位的内部控制 大家要明确 我们现在的企业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尤其是从2010年以后 我们的财政部出台了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内部控制评价指引 两大指引之后 那企业的内部控制是愈加规范的 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老早年份之前 我们国家执行的 无论是这个经济还是管理 都是粗放型的 是吧 那会有一句话嘛 叫不管黑猫白猫 能抓耗的就是好猫 是吧 你甭管什么样 只要你能给我带来收益 能给我这个企业挣来钱 你就是好样的 对吧 你就上 不都这样吗 是吧 结果单位呢 雇佣了一帮牛人 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很多的效益 可是到最后年底一算账的时候 发现不挣钱 不仅不挣钱 还赔得稀里哗啦的 为什么呀 因为这些牛人 表面上是牛人 他确实挣来钱了 但是他实际上是个鸟人 钱都让他自己搂走了 对吧 贪污 贿赂 那我们国家呢 当然也是连出重拳 去打击这些东西 可是从外在的这种治理 这是一方面 那内在的 你如果建立好了 内部控制 内部监督的制度 当然也能够进行相应的避免 实际上呢 这个内部控制制度 就相当于我们个人自身的人体的免疫系统 好 那么接着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单位内部控制的具体规定 首先我们来看单位内部控制的原则 单位内部控制的原则呢 对于一般企业来讲是五条 分别是全面性 重要性 制衡性 适应性 和成本效益原则 而对于小企业来讲是四条 风险导向 适应性 成本效益原则 和实质重于行事原则 同学们 考试的时候就是原文直接考 问你下列个项中 属于一般企业内部控制原则的有 属于小企业内部控制原则的有 原文考就是这么考 但是你要想把它掌握怎么办 你如果单纯靠死机应背 一般企业的背一遍 小企业的背一遍 考试的时候把它俩一交叉 你现在可能能记住 你刚背完可能能记住 但是到考场上 万一一发懵 有的时候它就想不起来了 所以单靠死机应背 应对题目 并不是一个可取的办法 但是如果你理解了 它就不一样了 那么咱们先看 一般企业的 内部控制的五大原则 第一个叫全面性 这个全面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 第一个叫全过程 第二个叫全员 就是一个单位 它去设置内部控制 一定是 整个经济业务运行的全过程 它都要有控制 您不能说我光控制采购 然后我不控制领用 不控制生产 不控制销售 那你光控制一个环节 有什么用吗 对不对 第二个 内部控制 绝对不是说是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部门的责任 说只有内审机构 才需要内部控制吗 不是的 内部控制要求的是全员参与 从上到下 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在我们内部控制的系统当中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全面性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呢 我们将这称之为叫重要性 内部控制的设置 并不是说眉毛胡子一把抓 对吧 因为你控制节点越多 实际上呢 虽然说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在降低 但是呢 会影响到你一个企业的经营的效率的 所以你不能说哪些点都去设置 该设置的要设置 不该设置的 你就没有必要设置 那哪些是该设置的 这就是重要性的体现了 什么叫重要 本身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风险的高发领域 一旦发生风险之后 会给我们导致很严重的损失 这个就叫重要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老赵 老赵同志 蓝祥毕业的 那挖掘机技术是一流的 老赵这个人呢 特别好学 他不仅在蓝祥学了挖掘机 还不满足 又到新东方 报名 学了厨师 最后练成了一项绝技 就是开着挖掘机 然后炒菜 做饭 有了这项技术之后呢 老赵觉得老在家里边 给老婆做饭就埋没了 于是呢 老赵呢 就开了个一圆串吧 开着挖掘机烤羊串 给人家炒菜 哎呀 这技术一经推出 老百姓都觉得新鲜 没见过呀 这开着挖掘机 怎么去分勺啊 厉害啊 于是都上来吃饭了 来吃饭的人一多 老赵的生意就火了 这生意一火 那每天的镜像就多了 对吧 那来吃饭的人 像我们 通常情况下 到饭馆吃饭 我们都是现在微信 扫码 支付宝扫码 把钱付了 当然也有的人呢 是刷卡 是吧 拿银行卡一刷 把钱付了 但是呢 也有老人来吃饭 有一些老人呢 他对这些电子的东西 并不感冒 所以他们还习惯于付现金 那老赵这块呢 付现金的人还不少 每天收了很多的钱 老赵拿着这个钱呢 就不知道放哪了 是吧 放到柜台里边 老怕小偷偷了 后来跟老婆一商量 在钉子裤上 缝了一钱兜子 但是呢 收的钱多了 装不下呀 后来老赵干脆 买了一个 一人多高的保险柜 设置了一个 128位的密码 每天收了现金 咔咔咔咔咔 拧半个小时 把这保险柜打开 钱放进去 关上咔咔咔 再拧半个小时 不仅如此 每天晚上 打烊了 老赵咔咔咔 把保险柜打开 把钱拿出来 跟老婆一起 趴在币窝里数钱 一二三四 老婆 我数了一个 多小时了 你数一数 一块七毛一 你看看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老赵为什么 在钉子裤上 缝钱兜子 为什么 买一个 一人多高的保险柜 为什么设置 128位的密码 为什么 每天打烊之后 都要把这些现金 拿出来去数 原因很简单 因为 现金 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风险高发的领域 很容易丢 对吧 而且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也很重要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设置的 内部控制 你有了这些控制 那你现金 丢失的风险 就会降低 对吧 但是 老赵 做餐厅 他呢 用餐金纸 用的比较多 经常呢 都是几十箱 几十箱的买 买完了之后 在后边的库房房的 你说老赵 会不会设置一个 内部控制原则 每天把这些 这个餐金纸 拿出来 一张一张的数一遍 没有必要 对不对 因为那个东西 它本身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就不太重要 发生风险的可能性也低 而且即使发生风险了 丢了几张又如何 那无外乎就是 服务员内急 拿着上厕所去了呗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也没什么损失 它就没有必要 去设置这些 控制的节点 这就是重要性的提醒 好 第三一个叫制衡性 制衡制衡 制就是制约 衡就是平衡 制约和平衡 那我们所谓的 不相容 职务相分离 为什么说 管钱的不能管账 管账的不能管钱 如果钱账 都由一个人来管 就失去了制约和平衡 那他想贪污 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对不对 然后有同学说了 那这个制衡 你就是管钱的不管账 管账的不管钱 那要管钱管账 俩人一串通怎么办啊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一个问题 我们在设置内部控制的时候 设置这些内部控制的规则的时候 我们是不考虑串通的问题的 因为如果公司从上到下串通到一起 你设置多么精巧的内部控制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个串通的问题 我们会通过人力资源 通过它去调节 比如说这个回避制度啊等等 通过这些方面来进行进一步的管理 这是制衡性 那接下来就是适应性 一个企业它设置什么样的内部控制措施 一定要跟这个企业的经济发展的水平 和这个企业的规模相适应 还是那句话 是吧 你内部控制设置的越多 会导致企业的运营效率会降低 那如果跟你企业的经济发展的规模 不相适应了 那不仅起不到正向的作用 还会耽误或者叫拖累 一个企业的发展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有一家上市公司 它的内部审计部门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这个单位呢 它的办公用纸 也就是这个打印纸的浪费现象 特别严重 是吧 那很多人呢 随便打出来 没用扔一边 然后有的纸呢 甚至没怎么打印 就扔一边了 是吧 浪费现象特别严重 那么为了减少打印纸的浪费 他们就设置了一个内部控制的措施 什么措施呢 就是各部门领用办公用纸 领用打印纸 两张以上必须董事长签字 结果呢 自打这个控制措施出台之后 这个单位 办公用纸的使用数量 呈直线下降 可是呢 这个单位的业务陷入瘫痪了 为什么呀 因为董事长在国外呢 以前呢 是半年回来一趟 这爆发疫情 已经一年多都没见着人了 那你说 这种情况 这种内部控制的设置 跟它企业发展的规模适应吗 是不是就不适应 对吧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成本效益原则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 是吧 你设置内部控制措施 那你要购买相关的设备 那你要有相关的人员 它都是有成本的 如果说你设置内部控制措施 它的成本和这个控制 所带来的收益不成正比 那你设置它是没有用的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老猴有一天坐地铁 到网校来录客 下了地铁 出地铁口的时候 发现外边天降大雨 下的还挺大 我们都知道 一般这会儿呢 在地铁口呢 通常都有卖雨伞的 也不贵 十块钱一把 或者十五块钱一把 当然伞的质量也就一般 是吧 可是他救急啊 于是老猴呢 花了十块钱 买了一把伞 打着伞 从地铁口溜达到网校 要进门的时候呢 被这个写字楼门口的 保安给拦住了 保安说了 你人可以进去 但是你伞不能带进去 你看我们这楼里 擦得挺干净的 你这个伞全是水 你拿进去之后 甩到哪都是 弄脏了不说 万一有人踩着这水 滑倒了 我们得赔 所以这个伞不让进 老猴一琢磨 我这伞刚买的呀 是吧 那我要割外头的话 他丢了怎么办啊 于是呢 就跟这个保安说 说我不带这伞进去 可以 你能不能帮我看着点 是吧 我一会儿到这里边去 录客 出来 我再拿走 保安说看着可以 但是我们的职责 不是给你看伞 这看伞是额外的事 所以你要想让我 给你看着伞 一个小时 你给我十块钱的报酬 同学们 有人看着 没人看着 这就是内部控制 对吧 有人看着 那这个伞丢失的可能性 就小 没人看着 这个伞不定 就被谁拿走了 但是你让他 看一个小时 给十块钱 我这个伞 一共就花十块钱买的 我进去录客 又不可能就录一个小时 等我出来 给他钱 相当于丢了几把伞 合适吗 不合适吧 所以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咱就拉倒了 是吧 往那一放 谁也拿谁拿 拿走了 也当做贡献了 就完事 对吧 这就是一般企业的 内部控制原则 全面 重要 制衡 适应 考虑成本 那一般企业 如果你理解了 到了小企业这一块 就好办了 小企业什么特征 同学们 小企业的特征是小啊 由于他小 所以他人少 对吗 他没有那么多人 说这单位一共才仨人 你非得让他全面 他全面的了吗 他全面不了 他没有那么多人 去做这件事 对吗 所以小企业 我们不要求全面 是吧 同时 小企业还是那句话 他人少 你让他完全做到制衡 他制衡得了吗 他也制衡不了 所以你看 他也没有制衡 但是小企业 他越是人少 你越不能玩虚的 你越得误实 对吗 所以小企业 多了叫实质 重于形式 那怎么体现实质重于形式 那你越是人少 你越要考虑风险导向吧 什么叫风险导向 所谓的风险导向 就是我以风险 为我设置内部控制的出发点 越是风险高发的领域 越是最有可能出现风险 出现损失的领域 我再去设置内部控制措施 然后监督其执行 如果说相对风险较低的点 我就不设置了 那你看看 风险导向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重要性的体现 对吧 那小企业更要考虑 你的控制措施 是不是与本企业的发展相适应 对吧 小企业更要考虑成本的问题 所以你看 这些就都是相同的 理解了 一般企业的五项原则 知道小企业的特点是 人少 哪些能做到 哪些做不到 那我想这个点 你再去面对题目的时候 至少有了一个思考的方向 也就不用四级应备了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内部控制的措施 内部控制的措施呢 我们分别企业 和行政事业单位 它是有相同点 也有不同点的 那咱们先来看企业 还是老规矩 理解 理解之后 再找区别就好吧 作为一个企业来讲 首先第一个 它要求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 这个是我们内部控制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对吧 管钱的不管账 管账的不管钱 是吧 管账的跟管实物的得分开 这不就是不相容职务的分离控制吗 第二一个叫授权审批控制 授权审批 什么叫授权审批啊 比如说 动钱 我们要付款 那我们有规定 比如说 一千块钱以下的 部门领导签字 是吧 超过一千到五千元的 这个 可能要求单位的 副总以上的级别的签字 那如果超过五千到一万的 这个 要单位负责人签字 那如果超过一万的 大型的大额的投资 可能要执行集体决策 光单位负责人一个人说了都不算了 对吧 这不就是一种授权审批控制吗 你的权限是什么 它的权限是什么 分别设置不同的层级 对吧 第三个呢叫做会计系统控制 所谓的会计系统控制 指的就是 整个的账目的处理过程当中 不同的人管不同的事 是吧 有计总账的 有计明细账的 有管计账的 有管集合的 对吧 那保证你的信息记录 没有任何的问题 第四个叫财产保护控制 什么叫财产保护控制 比如说超市里边 安装的那个监控摄像头 这就是一种财产保护控制 怕别人偷走吗 对不对 那我库房顾库管 这就是财产保护控制 我库房要锁门 我库房里养狗 这都属于财产保护控制 对不对 好 那么再往下是预算控制 有些人说预算怎么控制 大家想一想 一个企业做预算 是不是一拍脑门 就把这预算编出来了 说我预计我们单位 今年年收入得一千个亿 做梦编出来的吗 不是的 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 是结合着以往年度的收入 和今年预计的增长 来进行的编制 预算不可能跟实际发生完全一样 但是预算和实际发生之间 也不可能偏差太多 说根据以往年度的收入 我们这个季度就是一个旺季 那我这个季度 就应该能收到一千万元左右 是吧 你算完了之后 你发现你的收入是一千一百万 或者九百五十万 这都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你算完了之后 发现今年这个季度 收了一百万 什么原因 对吧 你有了这个内部控制之后 你有了这个预算之后 你就可以和 你的实际发生的业务 进行相应的比较 如果发现偏差度过高 那你就要去找原因 也防止出现其他的问题 好 那么再往下 是营运分析和绩效考核 发现了吗 前边我们讲的这一堆 无论是企业 还是行政事业单位 它都有 行政事业单位 叫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 它叫不相容职务 是吧 授权审批 这边叫内部授权审批 会计控制 会计系统控制 财产保护控制 预算控制 都是一样的 都有的 但是为什么到了企业这一块 会出现了营运分析和绩效考核 原因很简单 因为企业 它是盈利性的 正因为它是一个盈利性的 所以它要考虑经营的效率效果 它要考虑物尽其用 人尽其财 所以它有营运的分析 它有绩效的考评 但是行政事业单位 我们都知道它是非盈利性的 对吗 它既然不盈利 它有什么营运分析呢 是不是 所以营运分析 记号考评在这就都没有 但是呢 它有规口管理 我们的事业单位 科教文卫体 你规哪个口 对吧 另外呢 它有单据的控制 它有信息的 内部的公开的问题 所以 把盈利和非盈利搞清楚 把这块内容 以企业为基础基准 把两者之间的区别基准 应对指考型的客观题 也就可以了 那么在整个的内部控制措施当中 最重要的是 不相容职务相分离 不相容职务相分离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两条了 是吧 第一个呢 是 管钱的不管账 出纳不能监管会计档保管 第二个是管账的不管钱 记账人员 与经济业务或者会计事项的 审批人员 经办人员 财务保管人员 职责权限应当相互分离 相互制约 那么到这儿又出现了第三条 哪些属于不相容职务 授权审批与业务经办 业务经办与会计记录 会计记录与财产保管 业务经办与集合检查 授权批准与监督检查 这些都是要相互分离的 不能够有一人担任 哇 你看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用文字去记的话 我觉得应对考题的时候 你会头疼的 到底谁跟谁能兼容 谁跟谁不能兼容啊 但是你仔细看来 你会发现 实际上它是按照一个 业务发展的顺序来给你写的 因此把图画出来 就好记了 首先 是授权审批与业务经办 对吧 我批准你去办 不能说我批准我自己去买 我批准我自己买一床 是吧 买个褥子 再买个枕头 再买个背货 你是来上班的 你是来睡觉的 对吧 谁批准谁去办 这是不一样的 这要分离 好 业务经办与会计记录 买东西的人跟记账的人要分开 对吧 你买 你又记账 花多少钱都你说了算 这不行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 会计记录与财产保管 这不就是管钱的跟管账的吗 是吧 或者叫管实物的跟管账的 对吧 你买的东西 到底入没入库啊 你这边有文字的记录 数字的记录 这边有实物的入库记录 对吧 授权审批与业务经办 经办与会计记录 记录与财产保管 这不就是按照业务的发展顺序吗 然后前两个授权批准和业务经办 分别是有检查的 批准你不能瞎批 买东西你不能瞎买 对吧 一个监督检查 一个集合检查 就完事了 所以你会发现 谁跟谁能兼容啊 比如说 业务经办 与财产保管 可不可以兼容 我买 买完了之后 我来保管 但是记录不归我管 是吧 业务经办与财产保管 是可以兼容的 有的人说 那授权审批和会计记录 是不是也可以兼容啊 对不起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这俩 它是不行的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前面还有一条呢 记账人员 与经济业务会计事项的 审批人员 经办人员 保管人员 职责权限 应当相互分离 相互制约嘛 对不对 所以它不是一条里的东西 但是考试的时候 会混在一起来考 来看题 这是一道判断题啊 说会计工作的 单位内部监督的对象 是各单位的会计机构 和会计人员 这就是我们说 典型的陷阱点设置 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主体 是会计机构 会计人员 单位内部监督的对象 是各单位的会计工作 是吧 所以显然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好 下一题 多选题 下列有关单位 内部会计监督制度 基本要求的表述当中 符合规定的 又谁 A说 记账人员 与经济业务的审批人员 经办人员 财务保管人员 他的职责权限 应当明确 并相互分离 相互制约 管账的 与谁都不能坚韧 没有问题 正确 B说为了保证 重大对外投资的决策效率 可以由单位负责人 直接决定 重大问题 必须执行集体决策 错了吧 C说财产清查的范围 期限组织程序应当明确 D说对会计资料 定期进行内部审计 是单位会计部门的职责所在 对单位会计资料 定期进行内部审计 这个是内审部门的职责 而内审部门不是会计部门 他俩是俩部门 但是内部审计 本身是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组成部分 这个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对吧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这道题的答案是A和C 好 再看一道判断题 说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发现会计账簿记录与实务款项及有关资料不相符的 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请求查明原因做出处理 是不是立即报告 我们说不是立即报告 我们叫有权处理应当先行处理 无权处理才应当向单位负责人报告 所以你中间跳步了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好 再看一道单选 下这个项中部署于企业内部控制应当遵循的原则是 企业内部控制遵循五大原则 第一 全面性 第二 重要性 第三 制衡性 第四 适应性 第五 成本效益原则 没有谁 没有可比性 可比性是哪儿的 可比性是企业对外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进行的原则 对吧 我们要求提供两期的财务数据进行相互的比较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误 你理解了什么叫内部控制 全过程参与 全员参与 是吧 在重要的风险高发领域去设置 在设置内部控制的时候 要体现制约和平衡 那这些再去选就相对比较容易 正确答案就是必了 好 再看一道作选 说根据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个项中属于小企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应遵循的原则有什么 小企业的特点是什么 是什么 刚讲完 什么 哎 人少啊 由于人少 所以他能做到全面吗 不能 由于人少 他能做到完全的制衡吗 我们说不能 但是越是人少 你越要误实 不能误虚 实质重于形势 越是人少 越要考虑风险导向 越要考虑成本 当然小企业 你也得实用 所以这道题 我没设陷阱 正确答案 ABCD 全选 当然不是我没设 是人间出题专家 没设 这是一道往年的考题 好 接着往下来再看一道判断题 这道题说 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控制应强化对经济活动的预算约束 什么叫预算约束 我们也给大家解释过了 无论是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控制 还是企业的预算控制 都要强化对经济活动的预算约束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好 看下一道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这道题说 根据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职务当中属于不相容职务的有谁 A 业务经办与集合检查 B 会计记录与财产保管 C 授权批准与监督检查 D 业务经办与会计记录 选谁啊 如果单记文字很麻烦 我们给大家讲过记录规律 是吧 按照经济业务发展的顺序来 想买东西之前先得有人批准 是吧 授权批准 批完了之后得有人去买 与业务经办 买回来之后呢 你的发票 要有人记录 是吧 然后食物要有人保管 前两个环节 要有人监督 至于是监督检查 集合检查 这东西无所谓 这东西不会设陷阱的 因为它都是监督的范畴 所以你对着去看呗 相邻岗位 属于不相容职务 业务经办与集合检查 会计记录与财产保管 授权批准与监督检查 业务经办与会计记录 全选就完事了 而且这个 fiz股 是怎样的 有尝尝 这件事是 完了 free